这个身价过异的女孩 放得杂毒生意不顾 只愿做上下的小寸衣 而她的病人更是千奇百怪 上到九十九 下到高贵走 甚至连撒旦的攻击 她都要看一看 就连她的多大都是如此的奇特 一笔帅气的绿色菌嘛 如此歌声的女孩 起自然是飙得很 这天 当她看见女人的手后 便急踪踪的出去 出门却碰到了一个西装男 但心中的怒火 当她无赛欣赏 直接冲到了麻镇馆 大声的对着屋里 一个呆瓜大喊着 吓得男人们无人敢抬头 原来这个呆瓜是女人的老公 有人警告男人 如果不想生命的妻子 被砍掉双手 就赶紧不容易下去 把女人攻起来 好生的养的 这个美中彪悍的女孩 名叫丽莎 今天是家族 为一个仆人准备婚礼 却来了一个不素质客 这是前不久看过的西装男 这时忙碌的丽莎 也注意到了她 并上前询问男人来此何事 而男人也没有过多一点男 她是受丽莎母亲所托 三马女儿 接到丽莎坦布尔见面 可丽莎对这个十二年历见的母亲 甚是反感 脸色突然大变 直言 尽管母亲死掉 她也不会见一夜 而就在这时 爸爸走来 为了不让爸爸知道此事 丽莎三了一个火 赶紧赶的男人离开 可刚到城里 她便下了车 独自一人来到集市上 被新娘挑选嫁妆 当回头时 她却发现男人紧随其后 更待后面 她对男人说出了自己的不满 母亲想自己 为何不亲自来接 可男人接下来的话 让丽莎愣在了原地 虽然对母亲有所恨意 可回去的路上 还是忧心忡忡 把丽莎送到家 男人依然没有放弃 直言会在这里 让她改变主意 不相信 这么可爱的女孩 会如此的狠心 就当丽莎 放开相册 看着妈妈时 脑海里浮现了 小时候妈妈的笑容 可她离开的那个晚上 此刻心动难以觉得 就在男人准备上车返程时 丽莎走得出来 她决定与男人 一起回伊斯坦布尔 而就在半路 二人休息时 心动的伤痛 让她再一次犹豫了 但她又不想听男人的劝阻 转过头的丽莎 却看见了发光的一火虫 那星星点点的光芒 似乎已经帮她指引了道路 很快二人到达了目的地 下车的丽莎又开始犹豫 而一旁的男人 看出了她似乎有些冷 并拿出外套 贴心的防打皮上 就在这时 她的似乎在疯狂的互动 可就在这时 出现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 二人男子分开 原来是丽莎的闺女 她也来到了这里 男人带着丽莎来到了办公室 脸前的一幕让她呆住 母亲光线烈烈地 出现在她的幕前 并不像男人嘴里说的 平如膏肓 可母亲接下来的一番话 让丽莎更加怼恨她 原来母亲手臂长的 无不知风流 需要做手术 自己的整形医院 只能交给自己 最亲近的人打理 多年未见自己 并不是影响自己 而是让自己帮忙做事 生气的她 转身便要走 可妈妈的一句话 让丽莎下了最毒的诅咒